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谭松韵交男朋友条件 罗云西全符合她却因她一句话直接出局 流量小花谭松韵自你比星光美丽莎清后 随即录制时镜节目向往的生活 她表示许久都没有恋爱 身边也没有合适的对象 甚至还直接问一起参与节目的何久 身边有没有靠谱的男生 言谈间非常渴望走入婚姻 另外谭松韵之前在毛雪旺透露五大择偶条件 罗云西完全符合 但她在向往的生活 透露已有两年没谈恋爱 一集与罗云西并没有音系擦出爱火 让不少粉丝直呼可惜 谭松韵与罗云西曾在2015年拍摄电影《最美的时候》 遇见你 当时两人知名度都还不高 并在剧中上演激情闯戏 而谭松韵的荧幕初吻就是给罗云西 双方也因此建立好交情 过去罗云西被问急择偶条件 她坦言这个条件会随住时间变换 但仍给出身高160 孝顺等线索 与谭松韵完全符合 谭松韵有助自然演技 是目前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演员之一 她过去与宋威龙 王凯 景百然合作 都CP感十足 外界也认为她的娃娃脸长相 桃花一定满满 且她之前公开择偶条件 希望对方靠谱 高颜值 情绪稳定 还笑称孙悟空就是她的理想型 而这些条件罗云西完全符合 网友也纷纷敲碗两人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罗云西过去拍摄《香蜜沉沉浸如霜》时 透露最熟悉的女演员 不是女主角杨子 而是同在恒电拍摄锦衣之下的谭松韵 她笑说当时没戏时 就会提出水果过去探班 完全不避嫌的举动 也让外界认为两人就是好朋友 而罗云西古装剧《长月静明》开播时 谭松韵也大方帮忙宣传 显见两人的友谊非常深厚 谭松韵近期二度谭急择偶条件 她在向往的生活 谭言原本的人生规划 是在27岁走入婚姻 30岁生小孩 但因为工作太过忙碌 也没有机会认识别人 直到现在33岁都还是单身 还直接问何久 何老师 你身边有没有靠谱的男生 更说很非常渴望走入婚姻 只是没遇到好对象 何久与谭松韵有助身后交情 她向其他来宾解释 谭松韵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面 这几年都重复拍戏 进新剧组 也很少录制综艺节目 当何久反问谭松韵想找什么样的对象 谭松韵表示希望是懂我的人 但何久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懂另一个人 只是看对方要不要懂 而谭松韵这几年心态也改变 认为与他人交往 也应该适度保有隐私 才是比较健康的爱情 我会适度保有隐私